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晚上好 我是James 今天是2022年的第一天 元旦 小弟在这里也祝大家新的一年快乐 疫情当然目前奥密克戎肆虐全球 所以最近我们看到单日确诊全球当然是比较高 今天全球确诊是多了159万9845个人 然后全球死亡今天也是6186个人 来西亚方面今天是稍微确诊有跌一些 今天只是3386个人 好 今天来跟大家浅谈 非常简单来分享一下这一家 在昨天成交量也是非常大的一家 挺活跃的一家公司 就是Central Global Burkhard 它的库是CGB这一家公司 因为昨天大事是不错的 你可以看到0.5的时候 我们KLCI被大资金使命的推着上 所以这家公司昨天也不错了 飙升了22% 所以在1.33%的价位 你看回2020年12月 它的股价只有35.5分 所以意味着这一年多的时间 它的股价也是从35.5分 飙升到1.33% 也是飙升了275% 接近三倍的涨幅 这是非常难得的 因为这家公司已经连续亏了4个季度 已经连续亏了4个季度 可是一年多飙升了275% 这种战斧其他公司可能搞不好 你要等上一个8年 把它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就做到了 OK 非常的不错 当然是一家小公司 它的市值Market Cap只有1.4亿 不过公司是Net Cash 金现金 它手上的钱有一个819万 Current Ratio 2.14倍 最新业绩11月25号出炉的 QOQ回调了362% 就是它亏了更多 它已经亏了4个季度 QOQ它的收入是走低下来 变少 所以它就亏更多钱 这个季度它亏了238万 那么好 CGB这家公司它的业务 它是生产自沾交代 也有生产一些标签纸 OK 它是有工厂有生产这些产品 然后它本身也是有做Construction 建筑的这个行业的 所以最近它终于完成了它的Private Placement 当然这一轮Private Placement 原本它是要筹2000多万 但应该也是可能大事行情的关系 所以它只筹了1000多万了 OK 在这种行情之下 所以这一轮Private Placement 它就发行了1186万个新的母股 这一次筹了1303万 OK 还是筹了一个千多万 所以1300出万 它打算怎样拿来花 它是要来安装新的Masking Tab Quarter Production Light 要增加一个新的产线 for它的Masking Tab Quarter 然后它也一部分的资金 要来作为它目前 Construction Project的Funding 就是它有一些建筑项目 可能需要一些资金 然后剩下来的 会作为它的Working Capital 云运的资本 OK 可能规模会缩小 因为原本它是要筹2000多万的 把这一轮只是筹了一个千多万 那么好 我们来看 这个11月份最新的业绩 就是Third Quarter Financial Year 21年 So YOY它的Revenue收入也是走低 因为去年它的收入是3506万 来到今年它的收入剩下1124万 So YOY它就从盈利变成亏损 因为去年它的PBT 税前利润还有赚5万块 来到今年它的LBT 就是税前亏损 它亏了一个238万 So YOY为什么会变成亏钱 OK 亏了更多 原因是它的Constructional Project 它的一些项目之前已经完工了 再加上因为之前也是EMCO 害到它的一些Constructional Project 也是暂时Suspend住 那个时候就停止 不能动工 所以造成它的Constructional部门 面临一个很大的困难 在这个季度 然后我们知道7月份 那时候马来西亚疫情也是比较严重的 然后政府也做了一个EMCO 在那个时候 所以也是相信 对他们的工厂 他们生产的交代标签值 这些当然也是有一定的影响 OK 整体 这就是为什么YOY 它的Revenue收入暴跌了这么多 就亏了更多钱 走长望未来 他们相信来临的第四季度的业绩 就是会在下个月底公布的业绩 他们觉得来临的业绩 它的Export Sales 出口的销售 for它的交代跟标签值 他们相信会去到更高 会出口到更多 所以他说目前 当然马来西亚疫情方面 我们相对之前7月份 8月份来说 现在是已经好得非常多了 然后我们很多周数 也是已经进入到 这个复苏的一个第四阶段了 很多防疫的SOP 目前来说是相对比较宽松的 所以他们CGB 它的工厂目前已经是 operate with full workforce 就是说它的工厂目前 所有的员工都可以同时开工 已经不像之前EMCO有了一个限制 所以他们目前工厂的用户 所以他们目前工厂的用户 其实是接近100% 非常高的一个运作效率 因为他说他们的 orders 的 backlog 也是目前他们要 clear 掉 就是因为之前 他们工厂 其实是有收到一些订单的 就是因为EMCO等等这些东西 害到它虽然有订单 但是工厂不能运作 所以趁着现在工厂 已经接近100%的 utilization在跑驻 他们也是要赶快 clear 掉他们的 order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之前中国不是说缺电吗 有了一个电荒 所以他们说他们的同行 竞争对手中国那边 因为之前他们缺电 从那时候中国很多的工厂 也是受到一个影响 所以他们相信 他们的产品交代 标签纸这些东西 它的 demand的复苏 应该是非常强 因为中国那边 中国那边的 supply 受到一个影响 当然就造成 他马来西亚CGB的公司 渔翁得利 就可能对他们产品的 demand 会走高 从总体而言 他意思是说 来临第四季度的业绩 应该他们工厂那边的表现 会有进步 所以总的来讲 CGB当然这一年多是夸张 因为虽然公司连续亏了四个季度 但是一年多 它的股价还是飙了接近三倍 非常可观的 当然公司是Net Cash 手上的钱有一个819万 Current Ratio也是2.14倍 那么来临的业绩将会是下个月月底出炉的 so far能不能够break even 开始赚钱 这个我也不懂 so我会比较保留 虽然刚才说 整体业绩我会相对比较保留 只是他们在Prospect那边说 他们的manufacturing segment 他们生产的工厂的部门 应该是有一些进步 但是他会不会被它的Construction那边拖累的话 这个就不敢讲了 ok so当然 讲的那么多 还是要Disclaimer 最重要 那四个字就是买卖支付 ok 这四个字买卖支付是最重要的 我本身当然不停在做一个选股服务 James's topic 因为每个星期会出一份选股的报告 然后上面会用价值投资 基本面的方法来做选股 so 截至昨天相当多 我的选股回酬还是不错的 像Chinkhin也起了2.4% 收在2块6毛1 那么Chinkhin他最近都有在买SolarVest股票 之前我选Chink 他的股价before bonus issue 57分 也派了股息4.5分 这一年10个多月也是有595%的回酬 其他公司可能你要等12年 当然还有其他的选股 我这边不说了 so这个选股的报告上面 我会用基本面投资法 这个方法是全球很多退休基金 保险公司 信托基金公司 和很多顶级的投资家 还有最出名的大师 巴菲特 他们那么多年 非常成功运用的一个投资方法 人称之为投资政报 手机本面投资法 就是我会去研究 这些挂牌公司的财报 年报季报 来挑选出各方面 比较强的公司 这要强调 这绝对 不是短期投机 这个做法 会 suggest 至少 buy and hold 一个2年左右的时间 那么2年之后 当然 如果能够全球经济复苏 如果疫情得到比较好的控制 未来这些公司 赚更多钱的话 那你赚钱的可能性还是挺高的 那你潜在的回酬也不会低 非常欢迎 你可以来直接的email我 或者whatsapp我 我的email address 跟whatsapp号码 在下面的 description 还是你直接在我Facebook PM 我都非常非常的欢迎 好 今天的视频分享 暂时聊这边 如果你们觉得这个视频 有有用的资讯 记得把它like跟share出去 希望能够让更多人收回 也记得按订阅打开银铛 以便能够以最快的速度 来收到新视频的通知 最后 也要感谢大家抽出时间 这边收看 我们再会 拜拜